第一屆暑期誠信研習在海科館任道展開 雙舊舞蹈社帶來舞蹈表演 為活動暖場 3 2 1 哇這畫面太美好了 金融市長謝國良 法務部廉政署副署長沈鳳良 金融地檢署檢察長李嘉明等貴賓出席 與台下高中大專院校青年學子 分享青年誠信的重要性 我們跟政風處跟法務部廉政署 一直都很鼓勵跟推動廉政教育這個概念 就是其實從小就是有一些法律的框架跟基礎 跟一些行為準則的模式 讓大家從小就知道 什麼事情是該做而不該做 我想會對這個大家都成年以後 在這個世界遵守一定的規範 我覺得會有一定的幫助 那是我覺得廉政教育是很重要一件事情 希望大家都能夠多多學習參與 地檢署檢察長李嘉明向學子分享政府全力打炸 呼籲青年學子不要誤入歧途 也預防遭到詐騙 其實政府在打炸部分是非常的認真在做 那可能各界都不知道 我們在打炸最近的打炸專案 我們的成果也非常的封碎 不管是在查獲這個人數上面 或者是取回這個詐欺的金錢方面 還給被害人的方面 各項組詐的懲詐的工作 我們都做得非常徹底 但是確實詐欺犯罪仍然非常嚴重 我們是希望大家了解 而且大家要去識別這個詐欺 為期兩天的課程 還邀請了網紅許悅 指導學生如何拍攝短影片 讓學子認識自媒體產業 因為這幾年來我都是靠自己在網路上學習 如何剪輯還有如何製作影片的 所以希望能透過我自己這幾年來 然後自學的方式來教導這些學生 用最簡單的方式就可以剪輯影片 不需要用很複雜的剪輯軟體或者是電腦 只要一部手機就可以剪輯一個很好的影片 那也會用最簡單的方式來告訴學生要怎麼做 那這個活動主要是依據我們聯證署所航班的 一個從聯上檢的活動計畫 那以往我們的推廣這個聯證 這個連結成績的觀念 是從我們這個小朋友做起 那今年我們特別把這個年齡層 往上提高到 我們這個高中的學齡層 還有我們大端的青年 我覺得這個時間點 學生這個時間點 他們其實是建立他們人生觀價值觀 最重要的時刻 所以特別我們舉辦這樣的活動 那這種活動我們也得到很多同學的迴響 那報名非常的踴躍 還有可以介紹自己然後介紹學校 就讓我們學習了更多東西 還有比如說在這邊有團隊 所以我們也可以學習團隊合作 然後學習一堆 大家共同製作一個東西出來 鄭青年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從小就應該在 我們的家庭教育 學校教育跟社會教育 就應該可以無所不在的 可以傳遞這樣的一個訊息 跟這樣的一個知識裡面 可以給我們的孩子 我們今天很開心 就是我們的連政署 跟基隆市政府 還有海科館這邊合作 研習課程中 還安排參觀海科館 認識海洋教育 透過寓教娛樂 讓學子用正面的態度 去了解青年誠信的重要性 記者 黃壽銘 基隆報告